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意兴隆 又能毫不胆怯 游刃有余 来 干啥啦 美女 我们回咖啡 只分美女吗 和陌生人们打成一片了 看我们这个姐妹花的这个发挥的这个感觉 其实正好我们的猪大年龄段 可喜可贺 今天不用再操心吃什么要自己动手了 卡德尔哈兹烤肉包子 特色餐厅 可喜可贺 师傅睡好了吗 师傅睡好了吗 还是要睡床 人家是宣传房车的都可以 不过这第一次房车之旅 Jason他们觉得这么多人住C型房车 加上这么多行李 是挤了点 就是穿插着来 是两天房车 是个酒店洗洗澡 再换着来 今天又赶紧上车了 一直想吃景萱的那炒饭 而且在这块有金泽浦 胡杨林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随行大厨景萱 是时候展现他真正的技术了 了解到说这个刹车县 是新疆人口最多的县 所以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也行 我就说我一下车 闻到好多香料的味道 啊 怎么你喊 这什么核桑啊 什么的干果 就围了 整条街香料飘香 这里就很有生活机器 这咋巴扎 咋巴扎 重商 重商的维吾尔族 把集市市场称作巴扎 这也是中西贸易通道 丝绸之路上 一些地方经商的传统聚集点 哇 这个更地道吧 调料茶店 对 调料茶店 我感觉比它食要更加的 是的 这里的巴扎 生活气息更浓 盯着那条龟 以当地人为主 售卖当地的 八蛋木 八蛋木之乡 在八蛋木之乡 最不能错过的 就是八蛋木了 可爱的老爷爷 用最淳朴的方式 哦 这八蛋木 这个形状也很特别 这是当地特产 谢谢 谢谢 尝尝 我们买一点吧 招待Jason他们品尝 嗯 嗯 哇 很香 素有甘果之王的八蛋木 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和药用价值 被作为一种 维吾尔族的药材 买一点吧 买一点 我们一会去那边尝 一斤 一斤 这个地方更难交流沟通了 一斤二十 是一斤二十吗 我们要去被买个 是这个河里面的鱼吗 对 要变身的鱼 变身钓是没用了 得请翻译 一公斤二十 就是两斤二十 一斤十万钱 而且它有葡萄饭 是五种 我还想买核桃的 价格很合理 于是Jason他们 又买了些别的甘果 爷爷您多大年龄了 娜娜的社交牛叉账犯了 我们就说大概七十多吧 她多大年龄了 你加几张才的 你加几张才的 我说八十 八十 八十 再经过热心市民的一顿帮助 让社交牛叉症的娜娜 陷入了尴尬 那是我已经结婚了 看来 无论哪个民族的父母 都操心自家孩子的婚姻大事 如何收场这尴尬局面 只能溜浪 你看你差点把我给架出去 这下子吸取教训了 少好奇 少多嘴 但是很难控制得住 不长的一条小街 收获了太多的奇人奇事 我太喜欢这个城市了 是的 特别大 啊 是这么大呀 小街尽头 就是Jason他们要去的地方 烤包 看什么都特别新鲜 对 这么大规模的一家餐厅 专卖烤包子 这应该是最大的包子 这个地方吧 这个地方 好 这个装修 开玩笑呢 这么大的厂子 能做不下你们几个 这个是前两年 刚刚就是投资新修的 穿修了一下 穿修了一下 但以前没有这么大 也没有这么豪华 据说是当地历史最悠久的烤包子店 可以点菜了 吃烤包子 烤包子自然是招牌咯 要多少钱一个 我想跟这个包子 有两种选择 就要三块钱一个的包子 我们要它二十个 远道而来 两种规格都要试试 两块钱来五个 现包现烤的烤包子 光吃烤包子有点干 你还得吃个钢子肉 好 参加新的钢子肉 囊你们要吗 好 那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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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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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料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羊的山味 那你觉得跟我们在咖啡吃那种钢子肉感觉呢 我觉得那个钢子肉羊汤味更重一点 这个第一口入口的那个香料的味更猛 然后慢慢的到后面的感觉才是羊汤味 你说这太转了 那我还爱吃羊肉 羊肉自然也会有香料的味道了 新疆的羊肉真的是宝藏食材 我好像比较喜欢之前的那个 因为这个香料味我有点不太适应 嗯 薄荷的味道 对 有点抢它那个鲜了我觉得 其实不用加香料 新疆羊肉也是山味较少 口感细嫩 加了香料会让一些人觉得话舌添足了 我们先尝尝两元包子 这两块钱 那就可能没有放那么多料 依然是羊肉馅的 是最受大众欢迎的一款 只是插在料上面 但它加全部是现烤 我们尝尝 谢谢 烤包不知道 烤包怎么吃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吃过 没吃过 你得把上面那些盐什么的 这些盐什么的给弄掉 哇 这些盐 对 南疆维吾尔族的老囊坑 内壁有一层从戈壁摊 采回来的盐碱土 用这种囊坑烤出来的包子和囊 都会有粗盐力 就是它得把这个扣掉 吃的时候不去掉 是会影响口感的 哇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吃烤包子 也是我的 哇 洋葱 这是两块钱的 洋葱是烤包子馅料中 必有的配料 嗯 死面做成的包子皮 烤到焦脆 我觉得它肉很香 而且他们说一般这种好吃的肉 是要剁出来的 不能弄成肉末 烧厚的包子皮 是为了烤食 汤汁不容易流出来 肥瘦均匀的羊腿肉馅料 吃起来才会鲜嫩不柴 馅少 两块钱 你要多少肉 在北京吃八块钱 一个烤包子的鱼大丁 嫌他家肉少 那么在北京也尝去 新疆菜馆的刘大胖呢 它营带的肉比较鲜 真的 而且底儿厚嘛 但是它脆 上面皮薄 它泼水泼得准 每一道这上面它泼满水 它就将章鱼是蒸熟 底下为烤熟 三块钱的烤包子还在烤制中 它一直在那儿熬 它说是他们这儿的甜品 就我问它是什么 它说是木瓜 先用当地的甜品轻轻口 不像木瓜 你尝一下 这个真的不像木瓜 看上去有点像梨 就很像那个冰糖雪梨 把梨堆一堆 这也不像梨啊 这个就是梨 似梨非梨 叫木瓜 又没有木瓜的特征 酸酸甜甜好好吃啊 还是这里的梨就叫木瓜 娜娜搞到一个整个的 余大丁拍到了她原来的模样 长得很丑 外皮带有脏脏的小绒毛 这是什么 让你们猜一猜 在节目下方评论区 留下你的答案 或者关注XFound吃货俱乐部 官方微信 收入关键词 新疆木瓜 就有机会得到 吃喝杂货店 无门槛带精确 和之后Jason他们在这里 购得的一种神秘特产 一盘十个 三块钱的烤包子 这个车要吃 烤包子 三块钱的 点的人不多 没有存货 所以等的时间长一点 但是更热乎 好烫 还有汤汁的 三块钱的汁水更多一些 有辣椒还是这个是什么 这叫番茄 番茄 青椒 肉更多一些 且加了番茄和青椒 好浓郁的青椒味 还想吃 这个好香 和青椒番茄搭配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 羊肉跟不同的蔬菜搭配 味道会不一样 比如羊肉跟洋葱搭配 你可以感受到羊肉的味道 鲜美 然后跟这个番茄和青椒搭配在一起 就有大盘鸡那感觉 这款烤包子 又出现了另一种不同的味性 这个虽然烫 虽然热 虽然香 但我竟然有点想吃 刚才两块那种纯肉 和简单的洋葱搭配的 感觉这个入口 会有番茄和青椒的味 有点抢羊肉的味 羊肉的鲜味被盖住了 我不喜欢吃青椒 青椒是绿色蔬菜 里面含有特别多的营养 你如果要长大一定要多受去营养才行 知道吗 如果要长大 这个岁数也不用发育了 那两个多你再点十个吧 不知道有没有热的 Jason他们想试试 刚出炉两块钱的 两块的热的好好吃 虽说新疆各地都有具备 自己特色的烤包子 不敢说这一家味道是知罪的 但刹车这家历史悠久的烤包子 也是不能错过的 你要不要逛 你有啥逛的 你可以逛啊 刹车老城很适合闲逛 好舒服啊 还真是 你看看那个楼上多好看 都是拱形的这种 那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呢 特别是适合那种没有目的性的闲逛 老板 有没有那个眉毛 长眉毛的 姐妹花又不知道从哪儿 打听到新疆有一种长毛发的植物 对 它叫什么名字 新疆花 羊肉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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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 开始画了不知道 那种植物的汁可以活化人体毛囊 叫乌丝玛草 乌丝玛草 叫乌丝玛草 叫乌丝玛草 乌丝玛草 乌丝玛草 拿牙签 的草浆 我拿 我要一瓶送观众 送观众 我自己拿个两瓶 好 可以可以 万无目的的闲逛 就很容易买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哇 真不漂亮啊 哇 它一直手工在打 这不有人又看上手骨了 这种手骨被称作打骨 因敲打时发出银 骨 而得名 一个这个 一个一个 这些街头的乐器手艺人 又兼具了街头艺人的身份 多才多艺 真的 你们要这么买鱼 咱们可能炒饭又吃不上了 对呀 你们貌似忘了最重要的事情了 好 买点肉 买点羊肉 景轩有一道拿手的牛牛炒饭 要买一斤吗 要 要 要一斤 一斤多 在南疆走了这么一趟 他决定不要错过羊肉这种食材 再来一点点 再来一点 再来一点一点点 牛肉 也来了一些些 我来点小辣椒 青红柿给我来两个 再来一个袋子 这个巴扎 真是什么都能买到 米饭买到了 那就我发微信 米饭买到了 再加上前几天 没有用完的一些食材 我们现在要去旁边的附近 去看看这儿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湖羊林 房车之旅又将启程了 金湖羊国家森林公园 对 就那个 就是这个 64公里 所属喀什地区的刹车县 通绝于地名为叶尔羌 叶尔羌河从高原上流下来 而这一地名 因一条叶尔羌河得名 薛师傅向大家推荐他公司 目前最豪华的房车 这一次是因为时间紧迫 没能调配过来 现在进入了泽谱县的地界 这里拥有大片的湖羊林 金湖羊景区 碧绿色的叶尔羌河 潺潺地流动着 哇 这跋山射手 花了那么多天的时间 那么多地方 在河边的一处空地 Jason他们找到了今晚的落脚点 哇 好漂亮这里啊 满眼的匆匆郁郁 放羊的牧羊人 这里是一处理想的休憩之地 走路 小心 是让大厨能够身心愉悦 施展才华的最佳选择 你叫索罗门是吗 对 索罗门 对于大厨来说 烹调美食的时刻是神圣的 已经找到吃炒饭的地方了 这个是绝佳的地点 野外烹调条件有限 但索罗门已经提前备好了 所需要的配料 每个人也都出了力 为索罗门准备好所需的配菜 蒜大概十瓣左右 拍碎 剁碎 想起索罗门在帕米尔高原上 为了大家吃火锅 捣蒜泥有点趋材了 然后切我们的小米辣 三根就够 四根的话会太辣 备好小米辣 然后是我们的小葱 备好葱花 金针菇少许 爱吃金针菇的小师妹凯蒂 这次终于找到了 有着同样爱好的知己了 不喜欢吃金针菇的 可以换成杏鲍骨 新疆菜的灵魂配菜 然后是我们的洋葱 作为西餐大厨的景轩 在西餐料理中也经常用到 全区我们的羊肉 我们的羊肉显应的是新疆本地的羊肉 对新疆的羊肉有了十足的把握 鲜嫩且不删 这下子也不用考虑在高原上做饭 我在这种地方烹饪是太享受了 真的这边的风景太好了 有河流 有山 有水 沸点滴的困扰了 一句话叫做大火炒鸡蛋 小火炒米饭 所以说炒米饭一定要小火 倒油 看味道多 其实不多 一点点 油不用太多 蒜 还有小米辣 还有这个小洋葱 放里面煸炒 现在开始炒制这道炒饭的灵魂调料了 加油 哇 蒜香味出来了 油是在炒制的过程中 这会儿我们可以放入我们刚才切好的羊肉馅儿 逐步少量加入的 把它炒开 这个时候的火可以大一点 然后这会儿就可以放入我们的米饭了 可以把火调小 倒入米饭后 除了要用小火炒的诀窍 通常圆粒大米蒸出来 水分比较大 炒出来容易粘在一起 隔夜的米饭会让水分挥发一些 比较干爽容易炒散 景轩认为为了健康 最好使用当天的米饭 可以把蒸出的米饭放凉 让水分蒸发 让米粒变得干爽 或者选用不容易粘在一起的泰国香米等品种 然后这会儿调味 这会儿很重要啊 这个是生抽 生抽两勺的量 老抽半勺的量 美籍的辣鲜露 大概是两勺的量 一定要小火炒米饭啊 这样才可以颗粒分开 少许盐 少许糖 我喜欢吃那种米饭焦焦的 就是那种像嘎巴一样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多炒一会儿 最后来一点点鸡粉 再以葱花点缀 少年大厨张景萱的羊羊炒饭 做好了 然后今天我想多做几个菜 然后因为食材比较多 然后想给大家多做一点 然后品尝一下 然后像家人一样团聚一下 我们终于能喝上酒 吃上肉 把我们所有准备的食材全做了吧 主攻西餐的景萱 今天结合了新疆当地的食材 准备做一些咱们熟悉的中式家常菜 8点40 47 9点05 5点10分开饭 好吧 担心之前做好的炒饭变凉了 所以让两位辛苦一路的司机先品尝了 我没吃过这么香的炒米饭 我要在家 要有这样的炒米饭 我就再也不吃饭 3 2 1 走 做好了一道酸汤肥牛 第二道是辣椒炒肉 牛肉也选的是新疆当地的牛肉 它的口感会比较筋道一些 比较Q弹 辣炒牛肉的关键 一定要大火爆炒 9点10分准时开饭 这下子天已经黑透了 辛苦了 美好的夜晚 在高原上一口酒都没喝 今天得喝点了 盛饭吧 盛饭吧 吃好吃 盛萱的拿手羊羊炒饭 无比期待了 想要获得景萱的羊羊炒饭菜谱 可以关注咱们的官方微信 好 压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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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再来点吧 第一次房车之旅是成功的 有美景相伴 有美食相伴 有美酒相伴 希望常常能吃到景萱的饭 没错 意料之外的是 漆黑一片的胡杨林 X饭吃货俱乐部 我们在京胡杨国家森林 公然看星空 竟还有星空相伴 在京胡杨我们下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微信号搜索XFanChina 点击关注进入吃喝杂货店 如以关注成功 可进入任意一篇推文 再拉至文末 点击小程序 即可进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